一直在英國女王身旁的菲利普親王 兩個人是竭離74年不離不棄 雖然女王曾經公開表示 有這位背後的男人 讓他才能夠堅持下去 不過這麼多年來 關於菲利普親王的外遇消息 是未曾間斷 甚至有八卦媒體指指他 有30位情婦 24位的私生子引發不小議論 1947年伊麗莎白女王和菲利普親王 結為連禮 兩人共譜74年的浪漫戀曲 令人稱憲 但其實帥氣又幽默的菲利普親王 始終都是非文製造機 根據英國太陽報 引述一篇德國媒體的報導 菲利普親王有多達30位情婦 還有24名私生子女 連改編英國王室的影集王冠 都不忘提及菲利普親王的風流史 更有長期報導 王室新聞的主編出出爆料 菲利普親王出軌多位知名女星 更在女王懷查爾斯王出 八個多月時 還多次被拍到 和這名長腿女星約會 發展出不倫烈 菲利普親王號女色 早已不是新聞 2012年 他對著這名25歲的紅衣女員工 開玩笑說 如果我拉了你的拉鍊 可能會被逮捕 他也曾心取口快說出 英國女人不會煮飯 還曾對一群在大陸的英國留學生說 你們在這裡待久了 就會變成瞇瞇眼 歧視意味濃厚 即便菲利普親王卻依舊是那個 放棄希臘王位繼承權 還有海軍植牙 專心成為女王背後最重要的男人 兩人的愛情故事也成為 世人眼中美滿婚姻的代名詞 記者綜合報導 不同當天的正午 也會租 祝你 你 我